今天呢是特別為了這個 名人出乃丸的廣大粉絲群 不管是愛美的女生 想要變帥男性朋友 我們集合了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今天要來請教專業 尤其是像男生本身 對這方面比較不了解 不敢開口問 其實像男生嘛 其實像男生也要顧一下面子的問題 粉絲群在問的就是關於這個 拉提蠻線對不對 剛剛提到的那個八爪或是五爪 就是傳統我們就是要有一個 比較大的那個手術傷口 跟比較大的一個恢復期 那大家都想到就覺得 好像又會想到就覺得要思考很久 那其實蠻線拉提它比較簡單的方式 它其實基本上是利用一個 可以吸收一個手術縫線 變進去之後 那但是它不用再把它抽出來嗎 對 因為它是一個可以吸收的一個手術縫線 所以它是自己會在人體這邊 慢慢會越來越不見這樣子 對 跟手術不太一樣 因為手術的傷口是蠻大蠻長的 那它其實施作的時候啊 它只會需要一個在 定角後面 那或是說有些醫生 它會使用在髮際線裡面 做一個隱藏式的一個 小小的一個傷口這樣子 大概就像一個針孔的大小 對 那當然術後還是會有一些 稍微腫脹的情況 對 那其實在一般來說 大概腫脹的話 它其實大概三五天啊 一個禮拜之內都會慢慢會恢復 那周醫師我們要建議大家 就是我們大概幾歲開始 或者是當你發現 臉部有什麼症狀的時候 我們要開始進場維修 來做保養 有些電波跟陰波 還有脈線拉體的部分 它的客群是有點不太一樣 對 像是如果是電陰波的話 它是比較針對於清零 那可能是它皮膚的一個輕度的下垂 比較熟齡啊 或者是說一些皮膚 它比較中度的一個鬆弛 或者說彈性它比較缺乏 那其實又很怕手術啊 那又想要有一些 我們想要有一些V字點的部分 它其實會有一個立即型的效果 這樣子 2 2 3 2 3 2 4 2 4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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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嘘 幹嘛小聲音 咖啡廳是要不然怎麼可以 阿其阿 什麼咖啡廳啊 我們是 謝謝 謝謝 妳好漂亮喔 妳說誰漂亮 妳看什麼漂亮的感覺 妳說妳 有服務員都那麼漂亮 我們今天來的不是咖啡廳 你知道嗎 在明日出南晚的這個廣大 這個頻道裡面有廣大的粉絲群 那粉絲群呢除了吃喝玩樂之外 你知道還有一群受眾粉絲群他們是太美的 女人想要變漂亮天經地義 但我跟你說 很多都是男生 妳趕快變得帥囉 那我就不能不來尋求專業了 但是男生呢 通常對身旁邊就不敢看 是 然後就想要從網路上面獲得真的是專業的資訊 所以今天呢 我帶妳來的就是咖啡廳 這是為了台北的非常 一家非常時尚的美女爭論 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把名人出南晚 大家粉絲群的問題 集合在一個問題包裡面 丟給一個專業的 丟給他我們 所以有專業的人 來為我們做介紹 對對對 然後所有的問題 我們都來問他 然後他來給我們最專業 而且安全的答案 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是非常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網路上面有很多問題 你都可以找到答案 但是真的要安全 而且是專業度很重要 所以呢 等會等這一位帥哥來 我們就來把我們所有的問題包丟給他 讓他一次性的招架 我們就來進去找這個 我們的醫生好朋友 然後來把我們的這個集結性的這個問題包 然後一次的詢問他 來找到這個專業 而且安全的答案 好不好 好 那坐在這邊等什麼 我們要進去啦 你問你誰啦 你怎麼說出來的東西 你怎麼說出來的東西 而且他只可以因為他要背書 不是看你們幾萬男客人的多 好啦 走走 我們先進去先來詢問 詢問一下這個意思 走 嗨 嗨 中醫師您好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 中醫師 你好 不好意思 我們想要找那個 中醫師中部院長 請問他在嗎 就是我啊 你是中部院長嗎 哪有人家副院長那麼年輕的 哪有人家副院長那麼年輕的 不行嗎 謝謝 店長更年輕做什麼 沒有人 你好 你好 我跟你講 你們都用中醫師 對 他認識一個就是 大冥冰露的音樂 誰 李時貞 李時貞 怎麼說呢 因為中醫師 喂 不是 他只要他必須自己的心理 他只鑽最中 所以你會抓癢 會抓癢 抓癢不太熟 不是啦 好煩喔 但我們今天真的有很多問題 要來詢問中醫師 那走過過 坐過這個 來來來 好 鄭氏妮好 我們今天呢 是特別為了這個 名人出奶玩的廣大粉絲群 不管是愛美的女生 是 想要變成男性朋友 我們集合了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今天要來請教專業 對 尤其是像男生本身 對這方面比較不了解 那如果想要了解 可是又不敢開口問 是 像男生嘛 是 像顧面子啊 覺得是一件 應該就是 女人家在做的事情 但是其實像男生 也要顧一下面子的問題 對 那最近呢 我比較常常聽到 就是也是粉絲群在問的 就是關於這個 拉提埋線 對不對 拉提埋線 這跟以前那個 這個怎麼 八爪的那個抓頭的那個 一樣嗎 因為我曾經有在網路上面看過這樣的影片 其實還蠻可怕的 可是 因為很多的醫美都在進步的同時間 這個拉提埋線還一直有存在 可是它卻越來越進步 那跟傳統的 我們講這個 這個針是有什麼不太一樣 那拉提埋線又是什麼 像小葵剛剛提到的那個 八爪或是五爪 就是傳統我們就是要有一個 比較大的那個手術傷口 跟比較大的一個回復期 那大家都想到就會覺得 好像又會 想到就覺得要思考很久 那其實埋線拉提 它比較簡單的方式 它其實基本上是利用一個 可以吸收一個手術縫線 那它的手術縫線上面有一些特製的導勾 那它可以針對我們比較在意的 比如說是鬆卡一些臉部的組織 把它勾住 然後它往上拉提 達到一個極致 然後看起來比較年輕的一個感覺 這樣子 所以它那個埋線是 線進去之後 但是它不用再把它抽出來 對 因為它是一個可以吸收的 一個手術縫線 所以它是自己會在人體這邊 慢慢會越來越不見這樣子 對 那我就要來問一下了 這個東西 它畢竟還是侵入式的嘛 對不對 它有所謂的就是 術後的恢復嗎 那這樣子的恢復 需要多久時間 對 它也是有術後的恢復 那它其實跟手術不太一樣 因為手術的傷口是蠻大蠻長的 那它其實施作的時候 它只會需要一個在 併腳後面 那或者說有些醫生 它會使用在髮際線裡面 做一個隱藏式的一個 小小的一個傷口這樣子 大概就像一個針孔的大小 對 那當然術後還是會有一些 稍微腫脹的情況 對 那其實一般來說 大概腫脹的話 其實大概三五天啊 一個禮拜之內都會慢慢會 慢慢會恢復 它其實算是一個比較 侵入性相對來說比較小 比較有類似為整的一個方式 那我再問一下那個 林口的林先生想要知道呢 關於這樣子 就是要對抗地吸引力的方式 我們知道還有很多種 像是在房間 大家比較清楚知道 可能像音波啦 電波啦 其實都是針對於地吸引力 想要對抗地吸引力的方式 不想要我們的嘴邊肉 一直往地板上找 他們三個的區別 大概是會在哪裡 嗯 其實像是電音波 它算是一個 侵入性最小的一個方式 那其實電音波 它比較有點像類似 我們加熱 或是用超音波去聚焦 我們一個下垂的一個 皮下組織或是筋膜層的感覺 是 那個其實這個加熱簡單來說 其實 常常跟我的客人比喻 就像我們吃火鍋一樣 我們不是會把那個 肉片丟到那個湯裡面嗎 對 然後之後會縮起來 之後會縮起來 答對了就是這個point 對 那所以 那他在做的過程當中 你會感覺到 因為我本身是個很怕痛的人 他是會痛嗎 會有一點熱熱的感覺 對會修修熱熱的感覺 你確定是修修熱熱的 修修熱熱的 但其實痛覺這個部分 其實還是看每個人的一個程度 是不是 就是很多人進來 醫美都說不痛不痛 但出來男生大部分都說 男生大部分都說 我這輩子再這樣進來了 對 但是真的啦 就是醫美的進步 會讓大家對疼痛感的感受 越來越下降 就是你會覺得 好像真的能夠接受 對 那中醫師我們要建議大家 就是我們大概幾歲開始 或者是當你發現臉部有什麼症狀的時候 我們要開始進場研修來做保養 其實剛剛就是有講到就是說 像是有些電波跟音波 還有脈線拉體的部分 它的客群是有點不太一樣 對 像是如果是電音波的話 它是比較針對於清零 那可能是它皮膚的一個輕度的下垂 那還有一點彈性的部分 那它其實就可以達到一個 就平常有在保養的部分 那其實在做電音波 它就會達到一個比較緊緻的一個效果 對那相對來說 對於一些比較熟齡啊 或者是說一些皮膚它比較 中度的一個鬆弛 或是說彈性它比較缺乏 那其實又很怕手術啊 那又想要有一些 我們想要有一些V字點的部分 它其實會有一個立即型的效果這樣子 對 所以針對不一樣需求 然後不一樣年齡層 跟不一樣程度的朋友 你們就可以來詢問去專業 然後的音內診所 在這個地方其實都可以找到 比較專業安全的資訊 對那其實剛剛有提到說 有那個埋電拉提 然後電音波對不對 那我想了解一下 如果我來做一次的話 那每做一次我都可以維持多點 是 那這維持的效果 應該其實很多愛美朋友們 會很關心的一個問題這樣子 那其實像電音波跟埋電拉提 它的不同 就是說我們電音波 它其實是一個先加熱的一個過程 所以它會有一個大概 剛開始會有一個兩到三成的一個改善 對那但是因為我們人是一個就是活的 它是加熱的過程中 它會刺激一些膠原蛋白的增生 所以要等到大概三到六個月之後 它的膠原蛋白產生之後 會有剩下七八成的效果 所以它比較像是一個 漸進式的一個改善 所以那個效果是 對 你會越長 然後你會越看到它的效果越來越好 對 那埋線拉提就有點不太一樣 像是愛情 像是愛情 像是像婚姻 沒有 沒事 你不要走 你怎樣 你怎樣 我現在婚姻是怎樣 都多冰美好 你為什麼不要親手按 因為你講到放衣服緊張 你為什麼要親手按 你為什麼要親手按 這麼誇張 那我們來聽聽看埋線 那埋線拉提呢 對 那埋線拉提它其實有點像拔河的感覺 因為它是用一個手觸縫線 然後去把它勾住 然後它會有一個 立即往上拉提的一個效果 所以它其實有點像拔河 立刻就把它拉上去了 對 對 那其實我們每天都要講話 就是吃東西 或者說有些人 他的表情比較豐富 那他一直在笑的時候 或者是說可能 當嘴比較大的時候 他可能會讓那個 線的感覺會越來越爽這樣子 對 那可是因為他在吸收的過程之中 他也是會有一些 刺激膠原蛋白的反應 所以他到後期其實也是 也是跟電音波一樣 會有一個刺激膠原蛋白的效果 對 只不過它的效果 是一個立即性 然後又比較明顯這樣 對 比起電音波來說 會有立即性的效果 是不是比較像婚姻 就是I do 然後就帶到電子 你就大家都看得到 你就是太太 你就是誰太太 你就是誰先生 但是在婚姻中 我們就是一直在拉 一直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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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從美學診所 悟到一個人生大道理 但不管怎麼樣 對啊 就是無論是就是 埋線拉提 音波或電波 其實呢 無論你是愛美的 或是想要變帥的 都是想要自己變好看 對 因為真的是現在 大概普遍的年齡層 走醫師我可以詢問一下嗎 是 的年齡層有越來越低嗎 我有遇過像是 埋線拉提的部分 最年輕的大概有28歲 這麼年輕 對 你有家要回去嗎 對 那麼年輕為什麼要這樣 對啊 為什麼 因為可能他 因為現在人其實都比較 工作比較繁忙嘛 那有些人可能會有一些 抽菸喝酒 或是熬夜的習慣啊 那就會加速一些 臉部的一些氧化 老化的情況發生這樣子 所以他是本身也是因為 壓力型的造成臉部的 可能是 可能是 吃火作息 肯定你熬夜 然後就是你看像我們熬夜 拍一些熬夜 可能就會有黑眼圈啊 臉就會變 氣色會慢慢不好 就會覺得可以往下垂這樣 是 那我再問最後一個問題 你要老實說 是 你幾歲 我40初 42啦 真的看不出來 真的 那我可以再問一個私密 你什麼時候做的 你做多久 你做多久 要回答 你以為你小時候就沒事 要這樣子嗎 有嗎 你有做嗎 有 其實我們大概都是那個 因為蠻像我自己沒有辦法自己做 對 可是一些像是 像是我們有一些機器 我們都會來自己先體驗一下 才會跟客人說那個感覺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還以為還是有自己體驗過 所以你都有體驗過 對 有體驗過還是會有一點那種 電音波還是會有一些熱熱的感覺啊 那種感覺都是有體驗過 醫美的錢是不是適度的應該要花 對啊 因為就是像我們每個人要吃飯 我們肚子餓就會吃飯嘛 是 那我們可是皮膚它也要 它也需要一些營養啊 它可能是鬆滑啊 或者說一次下垂 就代表它營養不夠了 所以它可能再跟我們呼救 然後我們可能就是要適時的補充一下營養 然後我們維持最大的狀況 那您結婚了嗎 我結婚了啊 身為一個偉大的男性 你覺得如果看到老婆 臉上的皺紋越來越多了 然後為了孩子 然後遇見的操勞 可能還是一個半的職業父 你覺得這筆咖啡該不該刷下去 為了自己的老婆的漂亮呢 這個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我就說 終於是你叫我很難進出這個門了 必須要站穗人 幸福是有配方的 但是說真的啊 如果說今天換得一個老婆的好心情 其實我覺得整個家庭都會幸福美麥 因為女為月己者榮 對不對 如果老婆為家庭付出的大半變成 變成大家口中所謂的黃女婆 你也不希望 所以如果可以作業小小的投資 那要讓老婆變得更漂亮 我覺得這是一些非常棒的事 對 或者是夫妻倆 手牽手心臉心臉 一起來變帥變美 我覺得也是一件蠻棒的事情 對啊 不要老婆都一直在覺得 老婆你這是在幹嘛 你一直做漂亮啊 然後也繼續一直登著妹妹 哇好漂亮喔 這個也太對 所以我覺得一起來變帥變美 然後為了彼此 然後讓大家都變得更好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還是讓周醫師講的 就是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是 一定要先做諮詢 然後要找專業安全的醫師 不要自己隨便Google喔 就去做了 是非常有危險性的 對嗎 對啊 因為資訊其實網路上還蠻發達的 所以其實大家都會先做好功課 來跟醫師當面諮詢 其實最重要的就像是 那個阿Ben跟小可說的 還是要找一個專業的醫師諮詢 其實是一個重點 因為每個人呢 他其實都是不太一樣 所以會需要一個客製化的療程這樣 對 了解 謝謝中醫師今天的回答 然後有什麼問題呢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明天初來玩的 這個醫美包裡面來尋問 關於美的資訊 帥的資訊 我們都可以來為你找到最安全 而且專業的答案喔 沒錯 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帥帥的 然後一起出去 跟我們一起玩喔 1 2 3 1 3 4 V